这一农历春节只剩下最后几天了 这个年货大街也挤满了许许多多的抢购人潮 而店家为了吸引民众上门来买东西 也特地找来了身材较好的公读生 也露出了长长的事业线 想说站在门口来抢商机哦 这一遭果然是奏效了 不过我们也发现有些人其实最翁之翼不在酒 眼睛就这样的直盯着人家的胸部看 大吃冰淇淋 站在年货大街动线上叫卖 胸前露着长长事业线 每个人经过两眼很难不被他的身材所吸引 看这位胖胖的大叔 走着走着 视线就放在对方的胸部上 嘴里还在试吃 真是名副其实的五价够量 另外这位阿贝走到这边 眼睛同样紧紧盯着别人的胸部 这样对生意有没有胖 有啊 就是他们会觉得还蛮服装一种的 就蛮整齐的 今年才20岁的牛牛三围 三围三十四二五三二 身高一百五十六公分 傲人的三十四F身材 吸引了不少客人上门 因而得到鲍鱼妹的外号 而不让她专美于钱 另外在年货街上卖香菇的这位小姐 身材也相当傲人 今年23岁外号叫做香菇 三围三十四二四三一 一百六十二公分身高 胸围三十四一 她是中阶的香菇妹 是遗传的啦 吃香菇身材就会很好 有人都会盯着看啊 有吗 有啊都假装看不到 他们胸围的上半身 虽然吸引了不少客人 却也得忍受不礼貌的眼光 为了生意 他们也就习以为常 昨天新闻层鼓民孙眼狱 高雄报答